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Kubi Liu,来自DocCloud,目前是Eastio指导委员会的一个成员。 今天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在使用多云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然后主要讨论一下多云的一些统一的管理,连接性,以及一些合规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看看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一些在社区方向的一些解决方案。 今天主要想给大家聊三个话题,一个就是我们聊多云这个话题, 多云到底是有一些怎样的一些挑战,以及我们这边也直接列出来了, 就是我们如何使用比如说Eastio加Kamada来解决,做一些解决方案, 来解决现在我们多云面临的一些问题。 然后后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一些,特别是中国, 或者其实也包括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包括欧洲的一些,来做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比较基础的一些在多云的场景下, 我们可能会需要去面临或者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像应用的一些分发, 或者应用的一些, 就是因为涉及到多云,那肯定是这些应用首先要是多云, 然后呢我们也要具备就是如何把这些应用在就是多个云之间, 比如说调度也好,去管理也好,那这个是一个挑战, 要有一个比较可能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处理。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很多应用网现在特别是微服务应用, 它有很多的一些dependency,就是一些依赖, 就是那这些我们在处理在多云迁移的过程当中, 那如何能保证这些应用, 比如说如果说它分布在不同的集群, 那如何能保证比如说在不对应用做大范围的一些修改的情况下, 能够让它正常使用, 也是一些我们可能要去注意的一些话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因为多云带来了就是相比于我们传统的这种单云, 它有更加复杂的一些网络结构, 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就是混合云装的场景啊, 比如说AWS啊,像本地的甚至就是私有云啊, 那这些之间会带来很复杂的一些通讯结构。 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流量策略,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因为有了多云, 那多云之间的一个比如说通讯成本可能是更高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策略, 比如说能够保证一些本地优先啊, 或者一些能够或者是也不一定是本地优先, 比如说一些更加灵活的一些解决方案, 对, 而一个因为涉及到多云之后呢, 那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 因为我们可能在传统的微服务的框架下面呢, 可能我们应用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直接走比如说HDP协议啊, 或者GRPT协议, 所以本地呢我们一般也不会去做加密,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多云, 比如说要跨机房, 甚至跨区域去传这些数据, 那我们就势必要去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安全问题。 那还有一些就是包括服务质量啊, 和一些性能监控, 那这个也需要就是在多云之间, 我们要能有一个清晰的一些指标来呈现, 就是我们整个多云的现在一些状态, 或者那首先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比如说我们先首先刚才我也介绍了, 就是我们其实这些方案我们也不去寻找了, 就是我们就是用Kamada, 就是主要使用Kamada呢, 来解决我们应用分发的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那Kamada呢它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应该也都听过, 其实包括这次演讲肯定也有很多人在演讲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它呢主要就是去解决一个应用, 如何分发到我们所谓多云, 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多机群, 就是如何把一个应用非常就是顺利的分发到多云, 并很好的去管理这些机群的这个方式, 那Kamada呢提供了一种就是非常云原生的一种方式,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传统的就是以前在Cubernetes里面用的非常顺手的, 比如像Deployment啊,Service,ServiceCount啊, 整个这一套体系是完全一致的, 那就相当于可以非常平滑的去提供一个潜移路径, 那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架构呢, 其实也比较清晰和简单, 那Kamada呢它会就是有自己的一套API-7, 那这个API-7呢其实和普通的就是我们API-7那个容器可能没有什么差异, 然后呢它也会自己去带一个ETCD来存储就是我们多余的这些workloads的一些信息, 那就是这样的能够就是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的就是我们应用, 我们不需要去用自定义一些比如说为应用定义一些偶外的一些CRD啊什么的方式来就能够实现非常平滑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从单云的一个架构切到一个多云的一个架构的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呢它会通过当然它实际的细节里面比如说包含了很多种模式啊, 就是能够提供的很多种方式来连接子机群, 那它能够相当于连接子机群的API-7之后呢, 那它就可以说像比如说像这个子机群的API-7去分发我这个应用的原生, 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service以及这个deployment分发到这个地群, 而不分发给另外一个地群, 这个它可以通过它自身的一些策略来控制, 来控制这个应用的一个分发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workload的工具, 根据它的这个策略之后就是可以非常简单的就被分发到不同的机群, 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应用一个整体, 但它也可以其实是这个应用的一部分, 就比如说一个应用可能包含了很多服务啊, 但是可能某一部分在机群一, 某一部分在机群二这种能力, 那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流程,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Kamada的API-7里面呢, 比如说定义了一个应用, 那这个应用它包含了manifest, manifest就是我们传统的CR, 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应用它正常提供服务需要, 比如说有deployment啊, 有service啊, 以及甚至包括SA或者其他的一些CR例或者什么组件, 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 然后呢它会通过比如说progregation的一个policy来定义说, 比如说我这些资源要分发到哪些机群, 想要去分发到哪些机群, 以及比如说它的一个分发策略是什么, 比如说我是需要完全就是多活, 就是同事部署, 还是说我只需要在这些机群之间保证有至少一个或者两个实力就可以了, 那就是在这里定义策略, 然后呢这个策略会交由, 比如说Kamada的schedulner会具体的去, 比如说选择一些合适的一些, 就是计算一些合适的策略之后, 比如说把这些资源就对应的分发到指定的机群, 就能完成一个机群, 然后呢后面呢它还有一个叫做override policy, 这个呢其实主要就是处理我分发之后呢,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定制化的一些需求, 也不是定制化吧, 就是可能有一些差异性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不同的集群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安全策略的要求啊, 或者说甚至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把集群名称也, 让应用能够感知到集群名称啊, 这些能力,那它就可以通过override policy的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给它分发到不同的集群的时候, 诸如不同的环境变量啊, 或者这样的方式, 就能够对它做进一步的一个扩展, 然后呢它就会把这些, 就是CI啊或者这些资源, 分发到不同的一些集群, 来完成一个应用的一个整理和调度, 那当然呢它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些一点, 就是比如说当我的应用, 或者或者一个集群, 整个集群出现了故障之后呢, 那它会有一些感知的能力, 那比如说如果这个集群整个都, 比如说断线了, 或者说甚至可能饥荒都出问题了, 或者整个机器都断线了, 那它是能够提供一些, 就能够提供直接的感知能力, 相当于能够直接把这个原本的这些应用, 能够直接的就是迁移到另外的一个集群, 就是就可以就是就完成一个应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迁移, 但是呢这就是它大致的一个应用能力, 但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呢, 就是因为Kamala它自身呢, 其实本身它主要服务的还是应用, 还是CR资源这一块, 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图里面看到的, 就是我们把应用迁移过去之后呢, 可能它我们发现它并没有涉及到, 我们如何把流量也切过去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呢, 就Kamala这一块, 当然也不是它的scope, 就是它自己, 就这一块我们需要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那这个呢, 我们这边呢, 刚才也提到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会有, 比如说, 因为流量这一块, 特别是多运这一块, Eastio这一块也做了很多事情, 那我们就想能用Eastio来处理, 比如说在这种发生了故障之后, 那如何把这个流量更顺滑的, 就可以完成一个跟随的一个迁移, 以及它的一个发现, 那我们来看看,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Eastio, 就是首先Eastio这个概念, 这个话呢, 其实就是Eastio官网的一些, 官网的描述, 所以这是比较准确的, 那Eastio呢, 它其实就是, 它的一个主要目标呢, 当然就是, 有三大块吧, 就是或者几大块, 就是三大块呢, 它主要是, 比如说第一块是做流量的一个, 策略的一个管理, 因为它会通过, 拦截流量的方式, 就相当于把所有的流量给拦截到Eastio的, 比如说Salika也好, 或者说, 比如说新的Eastio的Avian的模式也好, 或者什么样的方式, 那它能够拦截这些流量, 能够去解析这些流量, 那当然它也可以决定这些流量的一个去向也好, 或者说方向也好, 那我们, 比如说最常见的场景, 做一些AvTest, 或者辉图发布指令的一个场景, 这是它的一个强项, 那当然呢Eastio它, 因为现在也是原生之多极群, 它对多极群这一块流量也非常的, 擅长, 那这一块我后面会详细的介绍, 那还有一块呢, 就是Eastio也比较非常重视的一点, 就是一个安全性, Eastio它其实默认了, 自带只要你接入Eastio之后, 它会走那个, 比如说Motor TLS, 就是双向TLS, 就是当应用在互相访问的时候, 即使它本身并没有被加密, 但是当Eastio会在Sitecar之间做TLS加密, 就是流量发送到对端Port的时候, 其实它会通过TLS证书, 给这个流量进行加密, 然后到对端的Sitecar或者哪里的时候, 再把它解开, 所以就能够完成一个应用之间的一个通讯, 当然它也可以有年性安全的一些机制在里面,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Eastio它提供了也非常强大的一些可观察能力, 特别是对一些气息流量, 比如说它, 就也不需要你应用去适配, 它能够很方便地去观测你应用的延时啊, 请求量啊, QPS啊, 这些所有的指标, 当然它有一些感知能力, 那它的一个架构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它有一个控制面, 会去控制所有的, 这些Sitecar里面的策略, 这些策略呢, 其实就是控制, 我这个流量进来之后, 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像主机的一些IPTables, 或者说这种能力, 它可配置向更多一些, 那它可以决定你这个流量的去流啊,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否要加密, 是否要观测的一些事情, 对,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就是, 就是因为刚才一直在提嘛, 就是多云这一块, 就是Extro它是如何处理多云的, 就是或者说跨云的一个通讯, 应该提到一个挑战嘛,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其实我们在传统当中, 比如说我们两个基群, 他们有两个, 可能都是用了Calico网络, 或者说, 一个Calico啊, 或者说另外一个, 比如说Finalo的一个网络, 那他们本身上比较重要, 它都是overlay的一个网络, 那overlay的网络, 它是不能比如说跨基群通讯的, 它只能在基群内部通讯,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要, 让两个基群的POD能够互相去发现, 那可能就要么你要做很多一些网络策略, 那可能你即使这样了, 那你可能还得提前规划好网段, 比如说我这个POD两个基群的POD的CIDR不能去重复, 一旦POD的CIDR去重复, 那可能在基群内部主机上的路由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那可能要提前做很多规划, 那意思就是这种情况会需要很大的一个, 就是网络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和一些解决方案来处理, 这种方式呢, 其实成本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那E16这一块呢, 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 算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案吧, 就是它提供了原生支持一种叫东西网关的一个能力,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你要跨基群访问的时候呢, 那它会引入一个叫东西网关的一个能力, 比如说我们像左边的这个Service A要访问右边的Service B的时候呢, 那它就是我就让它先访问基群二的这个东西网关, 然后再由东西网关去访问这个Service B, 那这样呢, 我就是它是不要求说你的那个两个基群的POD的网络要完全互通, 也不要求说你的比如说甚至你的POD的CDR都是可以重复的, 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很多基群可能建的时候都是默认的那个比如说卡里克的CDR, 那这个也是没有要求的, 就它就通过这种简单的方式呢, 就能够非常直接的, 就是也非常好用的方式, 能够直接让那个多基群的玩这个通讯, 然后呢, 它通过控制面就是会去监控比如说每个基群的这些POD呀, 或者它的一个变化, 然后比如说因为所有的路由什么都要注册到invoi, 那它会去把比如说其他基群的这些POD的地址写回自己的这个POD里面, 如果说比如说它不是一个网络, 那它就会把这个改成对端的比如说东西网络的地址来完成一个通讯。 这边呢就讲一下就是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原理。 那首先呢就是它首先要有一个感知能力, 这个呢E16把这一块独立出来叫做Network ID, 其实呢我们一般在实践当中, 我们一般可能就是每一个集群对应一个集群ID, 当然这个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它其实也可以一个集群多个集群ID, 或者说两个集群一个ID, 其实都是没关系的, 这个可以我们可以在比如说安装的时候进行配置, 它会自动的去把这个信息比如说注入到POD里面, 那POD里面有这个信息之后, 当这个POD的sidecar去连接控制面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控制面, 说我当前是处于哪个网络。 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安装的时候配一下这个东西网关的地址, 那这个地址呢可能就是东西网关的那个, 就是东西网关那个POD所能够被对端集群访问到的一个地址, 那它可能是一个load balancer, 甚至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公有云上, 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AWS上的LB或者阿里云上的一些LB之类的一些地址, 那然后呢比如说当我们这个就是它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当Sleep要去访问Holloworld的时候呢, 那它就会去, 如果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有两条地址信息, 一个地址呢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是10的, 10的那个就是PODIP, 10.201的网端它就是PODIP, 另外一个10.64的网端呢就是我们看到刚才上面那个东西网关的地址, 那就是一时就会去计算, 如果你的这个POD它是在, 不在一个网络, 其实也能够说是不在一个网络的话呢, 它就会直接将这个POD的IP改成, 那个它对应的网络的东西网关的地址, 这样就能够直接完成一个互通, 那可能我们就是, 对, 就是就完成一个互通, 然后呢就是, 哦, 所以这个有点烦了, 对, 然后我再讲一下就是, 就是刚才讲到它一个通讯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一下它的一个策略, 就是我们其实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11.64有比较丰富的一个策略, 我这里就简单列举了一下, 比如说做本地优先,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些需求, 因为可能我们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是, 很多企业它是一种混合运的架构, 比如说它可能在阿里云啊, 或者上面用了一套公有云,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私有化的一些需求, 那它的服务呢可能两边都部署了, 那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比如说阿里云的可能流量带宽比较贵, 它可能它之间的带宽也比较少, 如果没有做专线的话呢, 它的一个延时也比较高, 所以它在一般情况下, 它是可能不会去说要跨级军访问的, 所以说很多时候它是希望是本地访问, 除非说你这个应用完全挂了, 那它才会让去访问, 比如说阿里云上的这些服务, 这样可以减少它的一个成本, 也可以提高它的一个整体应用的一个延时, 对,整体降低, 不是提高, 那它这一块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11.64它提供的一个能力, 就是叫做本地优先的一个能力, 那首先呢, 我们也是跟刚才Network一样, 就是说它是跟, 比如说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节点上, 我们可以节点, 当然它就是节点打上它的一个, 比如它支持三级, Zoom, Origin, Zoom和Subroom, 就是我们打上这三个标签之后呢, 那对应这个节点上的Port就自动, 知道了我当前的, 相对于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就是物理地址, 那如果说我知道它的物理地址之后, 我就可以根据物理地址的远近, 然后Zoom就会根据, 比如说你计算你这个物理地址的一个远近, 但是它不是, 不是说, 查那个就是根据实际地址的这些去计算, 它只是说, 比如说你是同一个region下, 那它的一个优先级和同一个Zoom下的一个优先级, 以及最后如果region, Zoom, Subroom都是相同的话, 那它就认为在一起嘛, 如果说比如说region和Room相同, 但是Subroom不一样, 那它也会认为是不在一个地方嘛, 它的优先级不一样, 所以说它就会给这个endpoint标记上不同的priority, 就是不同的优先级, 比如说0就代表最高, 那比如说在这个还是刚才这个点子,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那个访问192.108那个网段, 它就是相当于是本地的portIP, 那它就会优先访问这个流量, 除非说它这个挂了, 就是比如说无法访问通讯者, 那还有可能被标记为unhealthy, 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地配一个curricular broker去确定, 比如说它是不是能够进入, 那个unhealthy的动态, 如果一旦进入了, 就是说明这个实力不健康了, 或者说你这个实力都被删掉了, 漂移了, 那它就会自动地去访问, 比如说priority等于1的那个实力, 这样就能够完成一个本地优先, 这个实验是非常多的, 然后后面讲一点的就是, 其实这个可能顺序一点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讲一下, 其实因为我们刚才讲嘛, 东西网关它虽然这边只是改了一个地址, 但其实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如果有Hallover的, 如果有应该一个比如说Test, 任何一个比如说Httpbin的这些应用, 那都是用这个地址, 那我们发现所有的服务的IP地址都变成了这个, 那东西网关它怎么知道这个流量要发到哪里去呢, 所以说在这里呢, 它就会做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在客户端, 比如说客户端Satcard发起流量的时候呢, 它会给它注入SNI, 就像它本身就是GTLS协议的SNI, 就是我会告诉你, 我当天这个流量我是, 比如说要去访问的是Outbound.holloworld的这个SNI, 这是从客户端发出的流量, 就已经带了这个信息, 那然后呢, 我们在服务端, 服务端的Satcard, 就是也不是说服务端的Satcard, 就是那个东西网关, 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比如说我们那边, 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 就是那个Server Names, Server Names它在匹配SNI的时候, 就是它如果说匹配到了这个, 是holloworld的话呢, 那它就会把这个流量通过, 4层负载的, 就是Vprocket的方式去做, 去给到那个, 就是HoloWorld的那个cluster, 就要用那个cluster去处理, 所以说这样呢, 就能够完成一个, 相当于一个识别吧, 就是告诉说, 我现在是要访问哪个信息, 就可以实现一个端口服用, 我们不需要为每一个服务, 去给它单独开一个端口, 或者什么样子, 那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 我们这边看到, 它因为SNI是基于TLS的, 所以它本身就是带了双向的一个, TLS加密, 而且呢, 就是如果说我们用东西网关, 这种架构的话, 它这边是必须要求, 是开MTLS才可以的, 你如果把这个服务的, MTLS关掉了, 那它是无法通过东西网关进行通讯的, 然后后面一块呢, 就是观测性, 其实E16在这块也做得比较好, 就是它支持了很多, 我刚才提到HDP的指标, TCB的指标, 就是这块也没有啥,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需求, 就是我们想看到跨迹性能量, 比如E16默认, 它是不带极群信息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 比如说我是不知道我哪个极群, 一旦有多极群的之后呢, 我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呢, 其实E16也可以比较简单的, 去做一些配置,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Telemetry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在它的输出输出里面, 比如说我们把它那个class的ID, 给它加上, 那这样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去画出, 比如说这种托普图, 就是snip访问,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hosted1, 再访问hosted2的这种简单的, 就是workload的这种托普图, 都是非常容易就能够获得的, 在E16这边, 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延时啊, 比如说TPS啊, 那这些肯定都是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来的, 好, 对, 这个呢, 我们就引出了, 就是刚才其实就说了一些那些挑战的解决方案嘛, 所以说我们就引出了我们大概设计的这一种, 就是E16和Kamada的这一套整体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架构, 那这种方式呢, 就是Kamada呢, 通过API Server去控制应用的一个分发, 那E16呢, 负责就是去管理这些多云之间的一个流量, 完成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能够达到一个双减核皮机解决应用的分发, 也解决应用的流量, 也可以有很丰富的一些策略来应用上来, 那当然呢,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解决那个方案嘛, 那还有接下来呢, 就是给大家聊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这套方案呢, 在我们也实践了很多, 也有很多实践, 那就聊一下我们的一些, 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其实主要是, 那首先一个就是, 多就是它的一个, 意思是如果大家熟悉,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前面没有提到第二种, 就是E16呢, 整体架构, 它在多云架构这里面, 它分为两种, 一种叫PrimaryMute, 一种叫MutePrimary的一个状态, 它们的一个核心区别呢, 其实就在那个Primary上, 就是, 核心区别就是MutePrimary的, 它就是多个集群, 就是多个组, 多个组, 那它们的一个意愿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那个MutePrimary, 它的那个Config的那个配置, 它其实是在它自己集群的API Server去取的, 就是核心区别就在这里, 如果是PrimaryMute, 它只会在一个集群, 就是Primary集群去取, 那这里其实就会带来一个, 比较很特殊的一个体验, 就是如果熟悉E16的朋友可能知道, 它其实E16的策略, 每一个策略它是通过计算产生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单集群里面, 其实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在多集群, 我们会发现就是, 它有些策略是在客户端生效的, 比如说Vitual Service啊, DR啊, 这些什么, 它都是客户端发起流量的时候, 是这样的, 那有些策略, 比如说Ossurization Policy, 那这些策略呢, 它就是在Server端生效的, 一般来说我们按照习惯, 比如说我们创有一个Hello World的服务, 那我们给它配置策略, 我们一般是, 就是说比如说VS的这个服务, 就是它是怎么怎么样, 对吧, 它要做什么路由, 要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东西它一般是跟着应用去走的, 它不会说, 但是实际上这个生效, 它并不会在应用, 就Hello World这个应用的, 它在它里面生效, 它其实是在访问Hello World的, 或者说其他服务里面生效, 那这个东西, 所以说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Mute Primary价格, 假设如果说我们只有Hello World, 只在右边的机群, 那如果我们只把VS Service, 给下发到右边的机群的APS Server, 那我们当左边的机群, 想要访问右边的时候, 那它就没有这个策略, 那它可能我们所有的策略就失效了, 所以说Mute Primary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带来配置上的一个复杂性, 就是说,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简单的通过Kamada去分发, 就我刚才说了嘛, 就是我们如果说按照这种思路, 比如说Hello World, 那你如果, 这个Hello World如果按照我们各种思路, 你如果用多机群, 把它当做一个用Kamada去分发这个VS Service资源的话, 那你会发现Hello World的应用, 你要所有的应用里面都得去分发一遍, 或者是你如果只分发给这个Hello World, 那它就会造成, 其他集群的应用在访问这个的时候, 就会丢失这些策略, 所以它的管理复杂成本非常高, 那或者说, 那是不是就是简单来说, 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机群都分发一遍就好了呢, 那这个其实也会带来问题, 就是这种管理成本很高, 那我如果想改一下某个子机群, 那你改了这些信息, 要不要同步给其他机群, 那这些会带来非常高的一个成本, 所以说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一个primary motor就非常有优势,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比如说它一个就是primary motor, 它有一些单点故障, 那其实但是, 比如说你如果primary机群, 如果整个机群当掉了, 那其他所有机群的Satica, 其他所有机群的业务你都不能重启了, 它虽然能注入Satica, 但是它的策略会就是连不上, 因为它连不上EC2D, 所以就会导致它或许不到策略, 导致它Satica一直处于喷嚏状态, 那这个也是会影响业务的, 所以这种情况也不是非常合适,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做了另外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叫做脱光网格, 也叫hostedEC2D, 我们把这个架构呢, 其实就跟Kamada非常像了, 就是我们也把EC2D这块主力出来, 就把它当做一个公共的一个服务, 放在那边, 它可以部署在任何一个极群, 它有自己的APS Server和ETCD, 就通过这种方式呢, 对, 就通过这种方式, 就可以让那个, 避免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当然我们刚才还露了一个, 就是命名空间污染, 就是我们知道放一个CR, 我们需要创一个命名空间, 那比如说如果说极群一极上, 原来就是S1S2, 那如果要放SVS, 你得在所有的极群, 都要保证命名空间是完全同步的, 就是所有的命名空间都得有那个, 所有的极群都得有相同的命名空间, 那这个水平成本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方案, 那也可以解决高可用的话呢, 我们假设如果说, 只把EC2D当做一个组件来用的话, 我们可以比如说做多地多副本的备份, 或者说我们把它完全独立出一个单独的集群, 甚至外面可以加上一些load balance, 来完成一个数据同步, 但我们可能需要去解决一下底层的ETCD数据同步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冷备的方式, 就是做ETCD备份, 这个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用的非常多的, ETCD数据备份, 如果说它挂了, 我们可以短暂的快速的把它从在另外一个地方起起来, 然后改一下它的那个地址, 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甚至可以用carmada来奔发我们这个控制面, 这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是因为东西网关这个机制带来了一个问题, 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点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东西网关它是一个四层负载, 就是四层代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我们熟悉的原因知道, 比如Invoy它是有HTTP Collection Manager, 它会去解决HTTP协议, 然后把每一个HTTP request都可以解决出来, 它默认的是带了这种负载均衡, 比如说你第一个request发往这里, 第二个request发往这里, 这种方式去做, 但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经过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过Invoy, 经过东西网关之后呢, 东西网关和目标的port之间, 它建立的是一个TCP的连接, 它并不是一个HTTP, 所以说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左边的发了三个请求, 一二三, 但因为还有一个前提是, Invoy之间它为了保证效率, 所以说它的连接默认都是长连接, 就是它不会说一会儿断掉, 一会儿再开, 所以说比如说第一个请求进来的时候, 到东西网关, 东西网关发现这边没有请求, 它会和, 比如说因为TCP的负载均衡, 所以它会和port的一件一起连接, 那这个时候如果第二个请求再发进来, 发到东西网关, 它会发现, 我已经就是, 因为它也是附用的第一个连接嘛, 那第一个连接呢, 它看来你这个连接, 因为它是四层负载均衡, 那就是原来是访问, 原来是谁在访问我, 那我就需要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流量转发给谁, 所以说它就会把request2的这个请求, 也转发给port1, 但这个其实是从我们理论上, 我们一般正常来讲负载均衡, 就是左边有三个请求, 我如果用轮循就是1,2,1, 结果最后三个请求都会被负载到那个, 就是port1, 这个也是就是我们遇到非常多, 那这个原因呢就是, 核心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因为它中间是个四层负载均衡, 或者说四层代理, 它不会去解析每一个HTTP的包, 来做一个对应的一个流量,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还比较影响的, 当然它也有一些解决方案, 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 我们可以给这个服务配置一个, max request per collection, 那这样的一个配置呢, 就相当于说你每一个请求一来, 我一个联系, 一个TCP连接只处理一个请求, 就相当于从左边的圆, 圆坡的到一, gateway之间它每一个请求, 就是这是httpcollection manager的功能, 它就相当于发一个请求, 我就断掉了, 那下一次来, 那又是一个新的请求, 那所以说这个时候, 因为TCP它在东西网关, 它也是有负载均衡的, 所以它就会把第二个请求, 发到port2, 这样也能够, 这样是可以实现完全的一个负载均衡的, 那这样它是会影响效率的, 就是你每次连接断开, 连接断开, 它性能就没那么高了, 对一些高原石还是蛮敏感的, 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嘛, 它是一个IP, 其实相当于客户端的负载均衡, 完全没有用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东西网关, 配置更多的一个地址, 但是呢, 真说地址只是说一个标识,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的, 就是在感人的point的时候, 如果你东西网关有多个地址, 它也会同时给你加上去, 所以说, 我们这样的客户端就可以建立多个不同的TCP连接, 那这个时候呢, 它能保证一定的那个连接的, 因为它比如说, 如果说, SRC port和东西网关之间有多条连接的话, 那它的请求会在多个连接之间分发, 那它呢, 因为多个连接和Sidecar, 比如说它这边连两个, 这边连三个, 那能够勉强实现负载均衡, 但是这种情况呢, 它也不能完全解决, 就是它不是完全负载均衡的, 这种也是有问题, 就是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方案呢, 就是我们也有客户在做这种方案, 就是把它换成7层带领, 就有点类似于它就是走南北网关了, 但是南北网关, 它又不想说完全走南北网关, 所以说它会, 就是有这种需求, 其实我们也有客户这么做, 但是这个因为比较复杂, 我就不在这里介绍了, 那还有一点呢, 也是跟刚才其实类似的, 就是如果说, 我们回想一下刚才的例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只给东西网关配了一个地址, 那一旦比如说我这个服务, 比如说发了三个请求进来, 如果前两个请求都失败了, 比如说因为它都到了破的一, 如果破的一这个时候, 它无法处理请求, 那两个请求都失败了, 但其实我的破的二, 它还完全的就是没干活,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配了熔断策略, 那这个时候就会把这个破的一, 也就是东西网关的这个地址给它熔断掉, 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那边的SRC到Dist, 它只有这一个Endpoint的话, 那它就导致整个服务直接被切断了, 就得等它的那个, 你配的那个时间过了之后, 它才会中心发起请求, 那这个时候就会非常影响, 就是本来其实我这个可能有20个破的, 只有其中一个破的无法处理请求, 可能也是因为前面雪崩效应就是, 负载均衡不均衡导致它挂了, 然后会导致整个服务挂掉,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解决方案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就是这时候我们肯定就是, 如果说在东西网关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是要配多个地址的, 那你熔断其中一个, 那其他的还进来之后, 他还会去找其他的破的, 相当于它也是新建的一个连接, 跟前面也是联动的, 那你也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就刚才我讲的呢, 就是其实主要是讲的东西网关的这种解决方案, 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不用东西网关的这种解决方案, 我们在很多时间中, 比如说可以用一些网络的, 我还是我前面说的, 比如说网络如果领导, 能保证三层互通啊, 或者之间的跨地均通讯, 那也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 当然呢, 这里面啊, 就是我讲的可能只是, 其中一点, 就是我们遇到一些, 因为时间关系呢, 已经过了挺久了, 就是可能我也讲不了太多, 对, 然后我这边就这样, 谢谢大家,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有可能就是说控制面和数据面的这个网络连通性, 比如说在任意一个SED, 它可能就是那个网络的连通性可能是有的时候是难以保证的, 就是像这种问题的话,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 就是我们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在实际的络绎过程当中嘛,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它会很, 就是真正的企业机客户, 它会考虑控制面也要高可用, 就是我们其实, 就是一般是它的一个架构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是可能会变成类似右边这样, 但它的一个情况会跟这个有点不一样是什么呢, 就是East2D连的不是它自己的API Server, 而是一个hosted的API Server, 然后呢, 它们就是API Server之间的一个数据同步, 这个是通过一些机制去保证的, 所以说, 就是它这样可以保证一个, 就是SED卡和East2D之间的一个连通性, 当然它这个因为也, 这个肯定还有一个数据同步的一个问题嘛, 就肯定也不是能完全保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时间当中一般是这么去给客户去推荐的, 做一个相当于一个高可用, 就是至少不会因为你这个出一些短暂的数据, 或者网络抖动就影响你这个破坏的创建, 所以一般是这种去实践的, 它最多导致就是策略同步的一个延时, 对, 好的, 感谢, 还有朋友有问题吗? 那没有的话就先这样,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好